这就是结合升起与圆满的教研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我们下文章讲的就是实无尽诈 本来是实行乃是实会像的 但是中间把这个实行品的菩萨 从初度信心满了 实住实行为的菩萨 他们所修行的都是无尽诈 完了才到的回向 才到的回向 因为这个实无尽诈啊 跟着实会像品 中间还有两品呢 生斗塞天 斗塞天空的祭祭 生斗塞天是长行 就咱们现在所念的 斗塞天还有祭祭品 完了才是实会像品 这个等到奈品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这么个次第 实无尽诈品 就是大方广佛华阳星 第二十一 实无尽诈品 什么叫做实无尽诈 大家看到文了就知道了 现在 明这个出著的实话 就入了正位了 入了正位了 因为相似见真理 一直自身为 而起的菩萨行 就是实行品 因为你是作为的菩萨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菩萨道怎么行啊 实柱是发菩提心的 是发了这个心 说了 一味来起行 但是一个中间 告诉你了 在实柱中间 跟实行中间 还有个放行品吗 咱们讲过了 泛行品 说 必须经过泛行 清净行 说起的这个行啊 是一种泛行品 起的清净行 泛是清净 什么清净呢 身 身业 口 口业 业 业业 完了是 佛法身 戒 最后说的戒 佛法身 戒 这叫 泛行品 都清净 无言无尽 咱们讲 放肥兵 讲过了 以着这个位置 而起的行 以着泛行 再清净的当中 起的泛行 发了菩提心了 印得佛的真相 哥姆自己的本相 是一个的 印得佛的身口意 哥姆的身口意 一样的 佛法身 平等 平等 是在这个上 起的 起的 实行菩萨 这是通的 那么现在这个实行品 所讲的 是一品 一品 一品 这叫别行 刚才我说那通行 别想一品 一品 一品 一味一味 不一样 现在呢 解释这个 圣进 在实现 修行的 圣进了 圣进了 还没到地 没到地的味道 叫圣进修行 一个讲奢侈义 是实行品 修行完了 之后 奢侈 五蕴 奢侈的 寒义 还有一个出生义 出生 还要升到实地去 升实地 这叫地前 住后 实住之后 实地之前 因此实行 他没有自体 他一日住 一日后 都对地 实会相品 在讲实会相品的意思 杖 食物进藏 的藏 藏是一个 含肠的意思 藏经楼里头 含肠是什么 藏经 就这个意思 裤藏 宝藏 宝藏的 什么藏 含肠 古藏 古藏 含肠是古藏 这个是藏着是什么的 食物进 内体里所含着法进 法界无尽 实行为菩萨所修的功德 功德无尽 每一个行 每个利诵上 都是无尽的 因为我们说那原教一讲 实事无尽 一共有十丈 无尽藏 一共有十丈 即使是有前头的柱形 又其后的回向地 回向到实地 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德国 成就如来 这十种障 知道吗 到后头 一障一障的讲 这十障 也是一个法来立的名字 一法名字 说十种行啊 菩萨那个十行啊 就是十无尽啊 每一行都无尽啊 八所菩萨所行的实行法的法 使令他含乘着无尽 然后进入十回向法 就圣进了 就趋向十回向 十回向而后就入地 而是公德林菩萨 这会主还是公德林 没变 福告住菩萨言 对着法会大众说 说菩子啊 菩萨行了 实行了 菩萨摩赫萨 还有十种障 过去 未来 现在诸佛 已经说过 十无尽藏 是过去诸佛这样说的 当说 当来诸佛 也是这样说 十进藏 今说 这是公德林菩萨 这是公德林菩萨语 现在我就要说十进藏 今说就是 公德林菩萨他自己说 我现在说十进藏 何等为识 十无尽藏 都是写个什么含义啊 先标他的名字 以下就是十障 十无尽藏 所谓的信藏 借藏 残藏 溃藏 文藏 思藏 会藏 念藏 词藏 辩藏 是不是 因为平常都念藏 藏起来藏 这个有两个隐 现在咱们念藏 藏这也是寒藏意 先从信来说 信 是你作业 讲诚恳 讲信任 这叫信 那这个里头所含乘的 全是信 信是业 就持着这个业 心地清静 静心呢 心清静了 这叫静心呢 静就叫信 心静了 就叫信 心不静呢 不信 戒藏 戒是什么呢 知识 不许你做 这个事就禁止了 就咱们戒律 只是寡说子词的啊 没说作词 指 佛制了戒了 你不能去做 人家惨的 惨的 对着人家啊 咱们自己生惭愧 感觉对人家距离太远了 对着这些菩萨啊 我们自己生惭愧 对人家有道德的人啊 我们自己感觉自己惭愧 对着有本事的人啊 我们没的本事 有惭愧 人家会的啊 我们不会生些惭愧心 这叫惭 愧 愧有个改悔 有个惭愧 惭愧 愧是怎么样的 对着那个行为啊 自己行为啊 做错了 有些什么 呃 爆那的 发暴躁脾气啊 或者发完了自己后悔 愧是 悔悔意思 嗯 文章 你要多文呢 多文呢 多文 必须到处到处听法 嗯 嗯 越传的越广 听的越多 这就叫文 广传 就是文的含义 思 不思的思啊 这个地方 讲这个思的证 啊 就是不思就是 把自己东西 惠思给别人 那这只说财务说的 把自己明了的法 惠思给别人 实际还是舍意了 就不思嘛 就签了不思的意思啊 什么叫惠呢 惠就是 对一切事物 你能够下决定心 你自会减载 绝载的法 一切法能绝载 有智慧 嗯 念 念葬 令你的心啊 明了 祭司 说记得住没有 记住了 这有智慧 但是这个是明白的 明了 惠心所 惠思 了别为义 很清楚 很明白 词的是 因词意 因词意 就没手里 拿个什么东西 把它监测 不要把它掉了 不要把它丢失 这是词的意 嗯 辩命 散巧 方便 把那个意理 显示出来 不是 违辩 嗯 是散变 散变 把那真理啊 能够显出来 这十种账 各有各的业用 是吧 是吧 献戒惭愧 闻思会面 十变 十种 啊 能够除 他们的用处啊 就是十种的业用 信 就跟那个不信 两个是相对的 嗯 不信是昏浊的 不是清醒的 把那个昏浊除掉 这是戒信的 信脏的 戒呢 用遮止的办法 防止的办法 不要破戒 四子的事 不让你做的事 你不要去做 遮止为义 惨呢 能够使你啊 心里想做坏事 想做那事 生起 惨的心说 不能做 把这个行为啊 止息下来 这叫惨 亏呢 本来惨愧 两个是奶着的 这是愧是对的那个 没有羞耻心 没有愧悔心 有了愧了 能够使那个 乐的行为啊 不能去做 它产生这种作用 闻呢 你要不听 你怎么能知道呢 对着那个无知 你听华眼睛 知道华眼义理 那法华经的法华义理 能眼睛有能眼睛的义理 要多闻 闻完了 要知道它的闻所含的义理 以这个义理 而去思维成教 思藏呢 执名的坚贪 它的作用是执名坚贪 会呢 破愈慈 这个大家都知道 愈慈的人呢 说这是没得智慧 就愈慈了 有智慧就破了 念 经常提到念 因为我忘念太多了 所以用正念来指忘念 这是它的作用 词呢 等于说记忆力吧 你词着 不要把它忘失了 是词的含义 辩语 这个人哪 不会说话 或者说话也不在理 辩就达到这么个目的 辩语 显理 显这个理 口啊 说不说话来的 辨别不清楚的 有理也说不清 何况没理了呢 这里同时还分别一下 念 慧 信 惭 惭 这五个 本身就是信 本身就是信 其余的另外相对五个 那是随相 就是随相 那叫荣同义 顺着法界之行 信 本来就是清醒的 离过绝非 离过绝非 说人无信而不利呀 信为根本 你做什么事 人家不相信 什么事也做不成 所以信为本 说 这种环境是 以实信为本 信了才能够 相信才能入佛道 不信怎么说 说信为本 惭愧的意思 他就是含着庄严的意思 有惨有愧的人 他总是庄严的 他不会做坏事 戒呢 清洁 戒是清醒的意思 清洁 要在善法上的 以戒为重 是吧 想要修行 想要入佛房 必须得有戒恨 才能离过 离过嘛 是增加善业 但是你要想 究竟善业呀 你得多听听道理 要压着多闻 这俩是连着的 闻了呢 入闻了去做 增加你的福德智慧 咱们经常说 念念不识 念念不忘 增加什么 增加你的光明 增加你的大智大悔 增加自 同时呢 以这个来利他 会呢 有会的方便 都是泄脱的 导入你 正知正见 那现在以下呀 就大概的 把这名词 跟大家说一说 那以下嘛 我们就讲经文 佛子 何等为菩萨摩扎的心脏 什么是菩萨摩扎的心脏 这就实无尽脏啊 每脏都无尽 含着一里呀 多了 咱们唱 华严四母啊 字字包含一里多 每个字 每句话 包含那个道理呀 非常的多 那么就第一个 功德林菩萨 信一切法无相 信一切法无愿 信一切法无做 信一切法无分别 信一切法无所义 信一切法不可量 信一切法无有上 信一切法难超越 信一切法无生 每样都是十个 每一脏都是十个 每一脏就是十脏 十四无尽 空无相 无愿 我经常咱们讲的 印和经论都讲了 这叫三轮体空 就三空 你相信 你所支持的 你所因为的 无相 都能拿我们身体说吗 要相信你这个身体 无相 怎么解释 相 极无相 相有这个相 这个不是真实有的 是假的 信相极无相 为什么呢 在情之的四界 情之的当中 四界 是有的 但是 理没有了 四有理空 这四法界是有的 理法界是空的 空是什么样子 无相 空是对着有说的 那有没有了 就对了 空一个什么样子 空没有样子 无相 其实无相 还有什么求吗 还有什么愿求吗 以空无相 以无愿求 也无所求 这叫做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相 一切法无愿 但是你得信 但是你得信啊 信完了 你才能行啊 行完了 然后才能证得呀 真正达得了 空 无限 无愿 为什么 说一切法无生 因为 一他 故 无生 说一切法无生 因为他 一他起的 不是自生的 一他而生的 所以无神 无作呢 一切法是缘起生量 因缘而起 没有照做 为什么 缘起的无作 他没有实体的 无实 可坏性 其实不实的东西 没有能所分别 无能无所 缘起 性空 因为性空 故 才能缘起 一切法无作 无相 无分别 一切法无所义 他没体 没体 是什么呢 无体过 才说无所义 心理法不可量 广大无边 新片 新片 性无量 所以 原成实性 相信 原成实性 的性 原成实性的性 是广大 无边界 无边量 特残 特殊上 没有再超过他的 所以 胜过 无上 超越不了 又 深过 甚深 广大 无可超过 这一共 有三性 三性 一个 空 现 性空 没有所知 照相 一切 都是假法 假的 就是 缘起 故 缘起 故 不是真实的 第二个说 骗子 所知 骗济 知性 说的 无相 是没有自己的体相 说的 无生 无灭 说的 无生 一塌起 没有生 无自生 无生 即 生无自性 没有自性 的性体 生无 自性性 没有自性的性体 这个是指 原成实 原成实的 助法 是无性的 无性的 是说的 圣意 是说的 圣意 就圣意来 结束的 说是无性的 要信 以他 己性 骗己 自性 原成实性 三性 一切 都是无生 三性 无生 这十法 都说生 因为 他通三性 这叫 无生 怪 但是 你得信 信什么 信是 一切如法 以他 其的 没有自性 一切 一切 人也好 法 也好 自言 也好 都是 骗己之 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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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以性而成 原成实 就是性成的 要入室观察了 这是告诉我们观察法的方法 要 要菩萨 能入室 随顺 一些法 生起 清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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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脏 都是讲心脏的 听到了 闻到了 佛法 不可思议 心不缺药 不缺药 就是 不退 多了 不缺药 所以 我们要学 华眼镜 但我没讲 去年 没讲华眼镜之前 先讲的 起信论 专门讲 起信 没信 没办法做 同时呢 你要想求功德 求什么 得先信 没信不行 信的 一些修道的 根源 信为道元功德母 一些修道的根源 听到了 所说这个 神道的 祝福的法 那个不可思议的法 简直 猫不得门 怎么入啊 怎么进的 缺药 这就心缺药了 一定要追 追求 心不缺药 欢迎就是讲 不可思议 听到佛所说的 不可思议 心不缺药 我一定能达到 我一定能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以不可思议 入不可思议 达到不可思议 这个心不缺药 门众生界 无群无情无弱 无情无缺 无情无缺 手 الك文童说 거기 可是 是不可思的 心也不缺氧 闻到法界信神的缘体 心也不缺氧 闻到虚空界 佛说一切法 经常用虚空界来显示 来比例 心也不缺氧 闻涅槃界 也不可 心不缺氧 不思厌 涅槃 不生不灭 那么你们凡夫的思维 右眼所看见的 死就死了 灭就是灭了 灭了就没有了 但是涅槃不生 不生不灭 这个含义 文里到实境障里 咱要详细讲 要说起来得多说 得要几个弯才能显示出来 闻过去是不可思议 过去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心不缺氧 是三世不思议 未来不可思议 心不缺氧 现在不可思议 心不缺氧 文一切节不可思议 心不缺氧 这是三世 三世还有三世 三世还有三世 现在咱们是现代 马上就进入未来了 那么这个现在又变成过去了 未来还有未来 未来变成现在 那未来无穷无尽的 这样不可思议 心不缺氧 第二 第二 两个寄宋 心不缺氧 告诉我们 他是说什么的呢 殊胜的法 胜一帖 殊胜的法 随顺一些生境信者 文住佛法的不思议 那这 心不缺氧的 还意思解释 说广多的法 说的三藏十二报 乃子说是经律论三藏的藏经 让你都把它背毁 你形成缺氧 你有力成当 我一声败不坏 两声两声不坏 无量声背毁 一定把它背毁 闻到多大的法 我一定能成就 这是一种啊 还有什么 关心呢 一些入法心所生的 关心 心明白了 法字也明白了 再深的法 心不缺氧 为啥 越学最深的法 你入不进去 你从那个最前处的下手 不要追那个深的 做牛个将 前处的 你看你现在的面 这里能看得到 你来观察它 所以信了 没所畏惧 为什么 心都不产生缺氧的感 没有这个感想 乃至于 广多的法 画众生的法 画法 画处 说归处 对 一切法 都心不生 脆确的感想 缺氧者就不坚强 你听到这广大法 不想去学了 不想去求了 这就是缺氧 这叫什么呢 通俗的话 值得困难 一定向前进 克服困难 不是 值能而退 值得困难 就不干了 那就永远达不到 值得困难 一定要达到 克服困难 就是这个含义 成佛很难了 要经过无量一切 断烦恼断的 说的那么多 那不想成佛了 或者 度纵上 哎呀那众生无穷无尽 众生性 众生的感情 众生的各个样子 有的时候度纵上 耐打呀 受苦啊 受难啊 你要经过好多挫折的 但是心不缺氧 你听说法界无边 心生缺氧了 法界无边 了法归心呢 又编了 虚空 虚空意志什么 虚空无疑啊 但是 除虚空可能生 虚空生大绝众 虚空生的大绝 人久了 涅槃是告诉我们说 什么 生灭法 跟不生灭法 是没分别的了 生灭就是不生灭 不生灭而产生的生灭 所以过去一切因果诸法 乃至于空相诸法 反正总而言之十丈法吧 这十丈法 心都不生缺要 不生缺要的就是呢 要圣进 在一段十无尽藏 就是圣进法门 殊胜的圣进 在什么圣进呢 在实行菩萨讲完了时候 不仅如此啊 还要圣进 实行还得达到十无尽藏 十无尽藏还达到十回向 十回向还达到十地 十地后的还有 还要修菩萨 实通啊 实定啊 实隐啊 一切法 有容蒙精进 心不缺要 而这里 实行菩萨 在他行完实行菩萨行之之完 有圣进 你到此啊 并媚究竟啊 前面还有呢 就是你看完了这个 就能不能抖着 看风景去 你就都把五代三抄完了 还有圣经呢 文若菩萨的圣经 你还没看到呢 那个不是眼睛看得到的了 那要得心看 心看你得行 没有 我经常戴五代三 好多看到智慧灯了 经常看到智慧灯吗 文若菩萨这个 五代三很多智慧灯啊 看到了吗 这些圣经啊 这个 总之来说 菩萨随说一些法 生了清净性之后 生大智慧 能行实行法 更向前进 就叫圣进 十字成佛 达到佛果 就是圣进 文法不缺要 文法不缺要 大家读到金刚经上说 如果有些众生 闻到佛说 一切诸法皆空啊 一切诸法无脑的含义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的相 有个众生 生缺要感的 修复提就问过 说这个法 后来的众生 能信吗 他能信吗 佛告诉他 那末座事说了 过后五百事 求见修复 有善根的东西 他能深信不疑 但是他不是一佛二佛 三十五佛 二中三个那 就这样 对大方广风 何安经的 所有每一句 每一个含义 咱们现在信呢 不是净信 这叫净信呢 咱前头讲了 你先要把你的心 住在 阿尔多罗三摩三摩提 法普提心上 以耐心所生起的 信 信圆满了 信什么呢 信自己 自己那个佛性 自己那个性体 跟佛无二无别的 这是究竟的清净信 因为在这个信之后 信不退了 住了 就住在这个信上 这叫什么 住在菩提心上 说 说 希伯提在那个 金刚经上问 愿何住 愿何降佛 这华安经讲 跟金刚意思 大致相同了 但是深入了 深入了 经过十个位子的信 像出将十性外 这种信 信不但不但信 而后不退了 无住的不退 把心住在身上了 就是咱们说的 三要道的三心 处理心的大悲心 不二心 这样才能不退 要 才能不退 信殊胜 那你才能进入 十无尽藏 从现在 还没有开眼 十无尽藏 一个一个 就要说 十无尽藏 十无尽藏 喝一顾 以下 明天再讲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 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 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 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 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针03-989-8787 03-989-8787 赵先生爷爷的百岁寿臣很快就要到了 因此赵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阿良 一同回老家参加爷爷的百岁寿宴 阿福 好久不见 你回来了呀 阿福 你们这是回来参加你爷爷的寿宴吗 是啊 我爷爷的百岁寿宴 怎么能不回来参加呢 可是你爷爷的寿宴 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爷爷百岁寿宴 邀请的客人非常多 所以我们提前回来来帮忙准备一下寿宴的 赵叔 你看 你儿子一家都回来参加寿宴了 阿福 你们回来的可真早呀 哈哈哈哈 阿良都长这么大了 好可爱呀 爷爷您好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好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的 对了 你们一直赶路也很累了 走走 我们快回家休息吧 爸 爷爷他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唉 别提了 他还是老样子 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疼痛 有时候 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呢 难道就没有带爷爷去医院 进行彻底的全身健康检查吗 有 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呀 这就是我一直很挂心伤脑筋的 可不是吗 在我小时候 爷爷就经常会身体疼痛 可没想到这个病竟然会折磨他那么久 唉 这个病纠缠了爷爷那么久 爷爷他竟然还这么长寿 真是了不起呀 走 我们赶快先去看看爷爷吧 赵先生一家人回到故乡后 便住在家里空闲的一处老宅里 然而接连几天 赵先生的妻子却总感觉屋子里经常闪过一道白影 老公 老公 最近这几天 我在屋子里经常能看到了一道白影 老公 这个屋子不会是闹鬼吧 闹鬼 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是这几天太累了 所以才出现幻觉 明天你就别忙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哦 难道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吗 嗯 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早早休息吧 后天就是爷爷的寿宴了 明天一大早 我还要去采购一些食物呢 嗯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啊 什么声音呢 老公 老公 你快醒醒 你看 那个白影又出现了 哎呀 竟然真的有一团白影 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公 你也看到了是吧 这几天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影 刚才 他还在说话呢 什么 他刚才还说话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老公 你看 他又说话了 他是一只白狐 哎呀 怎么回事 那只白狐去哪里了 嗯 不知道啊 白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总是一闪而过 讨要衣服的白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还是明天 问一问爸爸 或许 他会知道一些什么的 嗯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当天晚上 赵先生和妻子 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亮之后 赵先生便匆匆去找他的父亲 谁问究竟 爸 我们住的那个老宅 原来是 做什么用的呀 原来 那里一直是你爷爷居住的房屋 后来你爷爷年纪大了 病情也重了 所以 就接到我们兄弟几个家里轮流住 呃 怎么了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呢 爸 那爷爷有没有说过曾经在那个屋子里 呃 见到过什么呢 没有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只白狐 而且他还在向我们讨要衣服 哈哈 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你不会还没睡醒吧 爸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也是 当初阿湘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亲眼所见我才相信的呀 好了 明天就是你爷爷的生日了 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 赶快去采购一些食物吧 啊 好吧 老公 怎么样 你从爸爸的嘴里有问出些什么吗 没有 他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 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是啊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又有谁会相信啊 老公 关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只白狐出现在屋子里呢 你说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只白狐的亡魂啊 白狐的亡魂 你是说一只白狐的亡魂跑到那间老屋里讨要衣服 是的 那间屋子原本是我爷爷住的 你说那只白狐会不会是来找我爷爷的 是啊 有可能啊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是打过链吗 这只白狐不会是被他打死的吧 哦 你说的有可能 我们去找爷爷问个究竟吧 嗯 爷爷一定会知道的 我们去问问他吧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二人来到了爷爷居住的屋子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杀过狐狸吗 有白色的狐狸 啊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呢 老公 看来我们猜对了 那只白狐果然和爷爷有关 怎么 你也知道那只白狐 爷爷 我这几天在屋子里 经常看到一道白衣闪过 不过直到昨天晚上才看清 那是一只白狐 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啊 你说那只白狐还会说话 那他说了什么 他一直说 还我衣服 还我衣服来 七十几年了 他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 七十几年了 爷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七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年轻的爷爷在山林里 将捕兽网铺在山林的地面上 然后在上面铺盖着树叶 这时候 村里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 他看到年轻爷爷在那里布置树叶时 愣了一下 小伙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听说最近山林里有狐狸出没 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一个陷阱 希望能抓住它 听人家说 用狐狸皮做垫背 铺在床上睡觉 可是非常舒服的 啊 什么 你要抓狐狸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狐狸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伤害到它的性命 它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吗 既然都伤到了它的性命 那它还怎么跟着我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知的陷阱竟然真的捕抓到了一只狐狸 而且还是一只白狐 天哪 竟然是一只白狐 我真是太幸运了 你在求我放掉你吗 别做梦了 我要用你的皮做垫背 年轻爷爷将捕兽网 连同里面的白狐一起 捆绑了起来 背在肩上 朝村子里走去 刚走出山林 他又遇到了村里那位老人 哎呀小伙子 你这是抓到了一只白狐吗 是啊 这只狐狸的毛皮实在是太漂亮 我要用它来做个垫背 年轻人 你不能这样做呀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狐狸都是有灵性的 尤其是白狐 我劝你还是将它放掉吧 放掉它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能抓到一只白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我放掉它 那更是不可能的 那只白狐最终还是被我宰杀了 然后将它的皮剥下来做了一个垫背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都已经过了七十几年了 那只白狐竟然还惦记着它的衣服 既然这样 那就还给它吧 爷爷 这么说那只白狐皮的垫背现在还留着 是的 这十年我一直将它铺在床上 你们扶我起来 赵先生和妻子急忙将爷爷从床上扶了下来 爷爷伸手将床下的那张白狐皮垫背拎了出来 没错 我看到的那只白狐和这张毛皮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说来 我们看到的那只白狐一直在寻找爷爷您啊 唉 当初我捕抓杀害这只白狐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样做会遭到白狐亡灵的报应 当时我还年轻根本不相信这些 现在看来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 会不会就是这只白狐带来的呢 爷爷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这皮肤发作起来痛得就像挣扎刀割一般 现在想来那只白狐不是就经历过这种痛苦 我的病原来是因果病啊 爷爷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那只白狐的衣服还给他吧 或许这样他就能原谅你了 是啊 你们去准备一些祭品来 我要亲自对自己犯下的错来忏悔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两人陪着爷爷将这张白狐皮做成的垫背 和一些祭品一起在院子里焚烧了 对不起 没多久火渐渐熄灭 皮垫背也化成了灰烬 赵先生将爷爷扶了起来 爷爷 白狐的衣服我们还给他了 纠缠您多年的病一定也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 你看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平日里赵老爷总是痛得连床都下不来 今天他的气色可好多了 是啊 今天他看起来的确精神饱满 欢天喜地的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啊 要是皮肤痛的话 就和我们说一声 昨天晚上我梦到那只白狐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如此一来 我的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看 今天我的皮肤就连一次也没有痛过的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从那以后 爷爷的皮肤疼痛的病 竟然真的好了起来 远离了病痛后 他的身体越来越好 真正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老兽星了